好,不如我們講完珠寶股 再講一下中標股 我想來旅遊的話 除了買珠寶壽式 內地豪客的話 都喜歡買一些名標 不過最近有一份報告 就提到原來內地豪客 未必再喜歡花那麼多錢 在名標身上 又說尤其是內地旅客 就最明顯了 可能他們要買的 就買其他奢侈品 所以就不太看好 這個中標股的前景 所以都要問一下Ray 你又怎樣看 其實我不會這麼相信 那個情況是發生在現實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儲一些名貴手錶 名貴手錶就是身份象徵的一種 我自己個人喜好 因為我本身有的名貴手錶 其實本身價值都超過200萬 我其實都幾認知 價格上落的幅度 其實我們看到一些名貴手錶 其實看回每年的價格增幅 平均都可以去到大約15 甚至20個百分比的價格升幅 你說如果一些消費者去買入的時間 其實都看到 就是我買入了一隻名標 其實都有機會價格向上升 那為什麼我買呢 可以保值 還有我們看到內地方面的資金 雖然中央調控 調控了樓市 他們還有什麼投資的出路呢 其實都有一些另類的投資出路 就像名貴手錶一樣 他們都一定要買東西 那你說相對內地人那方面的購買能力 是有沒有遞減到呢 看不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還有投資者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說內地人來香港消費的時間 其實沒有那個高車齒品的消費稅 沒有了相關的稅行的時間 或多或少也都製造了一個誘因 就是讓他們繼續來香港購物 那相關一些中標類的板塊 其實我都依然看好的 好 最後都要問一下 下個星期到底恆子的走勢是怎樣 今天就突破了21,000點 Ray 你怎麼看 其實我預期就是說 接下來恆生指數都徘徊是一個上落格局 因為看到3月份的存款準備金率 很多人都憧憬著 接下來會不會下調 但是沒有發生 接下來4月份或5月份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還有我們看到標譜 也有機會調低法國那方面的評級 這些市場的傳聞出現了的時間 好壞參半夜都限制了港股的升勢 我預期就是說恆生指數都徘徊在 大概是20,088到21,500點這個區間上落 好 多謝你的分析 今天我就點了一個新的串燒菜式 一個就是雞尾串燒 另一個就是炸豆腐串燒 還有有兩杯Sakir 我這一杯就是Peach Cherry Sakir 你那杯就是梅酒來的 我們試試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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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